电竞产业在台湾形成生态系 根据游戏已经串流平台的统计 唐式游戏人口即将要追上台北市 成为全台流量城市排名首位 业者秀到商机 在台中乔光大学举办超夯的手游比赛 要来吸引人气 也要为台中电竞培育人才 选手们展现团队默契 沉着应对随时调整节奏 手机游戏越来越夯 业者秀到商机 以游戏传说对决作为比赛项目 与乔光科技大学共同举办电竞比赛 提供高达9万元的总奖金 吸引许多年轻好手参加 我们希望能够来推动 就是跟TTP这个电竞的学院 一起来推动这个赛事 那因为这个电竞呢 是未来我们这台湾的趋势 也是国际赛事 然后也可以到那个奥运里面 去做这样比赛 所以这个是未来我们的一个趋势 我们必须把这个台湾 推向我们的国际舞台里面一起努力 今年参赛队伍总共64队 从海选赛开始 透过单淘汰赛 领选出四强队伍晋级准决赛 冠军赛踩三战两胜制 选手们也在比赛当中 大修技巧跟团队默契 一连串的精彩对决 让许多玩家热血沸腾 他们其实也很强啊 只是我们比较稍微用心去 去有做私下检讨那些 对 那你是用战术还是用战术的 因为我们有那个分析师 就安德森 他会帮我们私下检讨 什么战术 Band Pick那些 我就很感谢他这样 精彩刺激的对战 不仅让年轻选手找到舞台 也带动周边产业发展 从实况解说到影音直播 游戏产业带动经济效益 不容小觑 谢谢杨宗环台中采访报道